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 美 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和美国的股市 在过去这一个星期之间呢 尤其是糟糕的消息一个又一个 但是股票是涨得这么厉害 那么郑志光先生是搞价值投资的 你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三个地方的股市为什么涨得那么厉害 现在对未来的几个月你有什么样的预估 我们不是搞投资满卖 我没这个能力 我们只是在趋势上来讨论一下各种可能性 这个我的看法呢 就是当然按照投机的那个观点来说 就是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观点 就是投机的观点 就是说这相当于就是利空的消息就放下来了 大家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国安法通过了 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短期内能坏的什么程度 这能预估到吗 但是这个不重要 我想说的我的看法是这个一周的涨啊 不是说明不了问题 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说未来还会涨 这是我的一个预估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大放水 这是我一贯观点 就是你在经济停滞 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史无前例的经济停滞期 大家都不开工了嘛 开了工了以后也是开工不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财政上金融上又大放水 货币政策上大放水 那么那么多富裕的货币 出来以后没什么正事干 他第一个抬高物价 第二个就抬高股价 他就干这两个事 你都没事干我 他没听明白抱歉 你刚才说什么东西 没事干要干两件 我说这些资金啊 资金 ok ok 资金就是说 你通过这种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 通过很宽松的货币政策 释放出来的这么多的资金 这么多信用额度 这些钱去哪 去哪 去你要往实体上去投 现在显然是你需求不足的 对不对 那去奔到哪去了 就奔到这种各种货物 这种就实体的产品 就是第一个你能看到 零售物价肯定会涨 我闭着眼睛算 这个全世界物价 按咱标题来讲中港美 中港美的物价零售价一定会涨 第二个就是股价要涨 因为股价它实际上就是生产 生产东西和服务的这些企业嘛 这些企业你貌似它的这个 利润下降 但是它和这个通货膨胀 那个大放水比起来 它相对的这种 名义价格它是要上升的 名义价格它是要上升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就是在未来 你能看到这个物价和股价都继续涨的 那么一个事儿 但是在长期来讲 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一个 就是等于在给未来的这种经济危机 埋下货根 恒情应该记得 就是在美国这个纾困方案的时候 咱们当时就有长篇大论 我大概起我的意思坚持我的看法 就是说物价会涨股价会涨 可能地价不一定涨 但是这两个这两个东西肯定会涨 因为这个就跟你的 第一个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就是商品和服务会涨 第二个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企业 没理由不涨 就是表现在股市上就是股市涨 所以你别人可能会觉得经济不好 为什么股市会涨 你这么一想 他就明白了 如果说不搞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当然也不存在这个股市涨 但是反了 他搞了 搞了他会涨 那么在未来的两年三年五年 他可能会埋着非常巨大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危机的话 如果不用进一步的全球化来对冲 可能都全世界都躲不了 我倒想旭光插你一个 你刚才讲我是同意的 说现在为了应对疫情 现在各国家都出台了自己的纾困计划 所以放水 现在不叫量化宽松了 都叫纾困计划 然后都发钱 现在最popular的就是直接发钱 然后中国还用了他的办法 是发那个购物券 然后先逼着你发 你得花这个79块9 然后我给你补那个20块钱的这个差额 用这种方式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确实呢都是走这个量化宽松的这个路子 这一点呢是 但是呢有一点啊 说如果是方式是一样的 途径是一样的 但是呢效果会不会也是一样的 这一点我倒觉得呢 这个还是应该有区别的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呢我们做这个投资 做投资或者做经济分析的话呢 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点 我们看股市呢 股市呢实际上是这个资本市场当中的 这个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 对中短期有的是长期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信心 那就是他对他经济发展的有信心 我的钱呢就投进去了 如果对经济发展呢 现在没有信心 那现在呢 这个我把那个钱 我现在手上有一点现金 我会不会要投到股市当中呢 这一点呢实际上还是要打问号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的一个观察呢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通报一下 今天上午呢我做 我拉出几个表来 我看了看 现在呢这个是道琼斯 道琼斯呢在过去六个月啊 过去六个月从这个 因为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呢开始就是走的是这个 这个封城的这个路子了 然后呢就降到了最低点 就接近这个一万八千点 然后呢现在又回弹了 回弹到这个到今天呢是两万 两万五千九百二十四点 今天今天的这个收还没收盘呢 到现在现在是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五 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呢年化啊 年化呢对于去年的整个年化呢是 嗯 降了股市啊 这个股值 道琼斯呢是降了百分之三点五 降了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科技股 那斯大克那斯大克呢 今天是几乎持平 是千分之零点五的上涨 但是呢他的年化 现在呢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一 他一直在涨 他也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打到了底 打到了这个不到七千点 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万一千点了 现在一万 一万零五百五十二 今天的点数 这个另外呢 就是这个S&P500这个index 他呢年化呢是百分之五点八三 这个增长是正的 也是呢最近呢也是涨了很多 所以这一点呢 我倒认为呢 因为我是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呢 我说这个美国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他的经济呢是被冻住了 他的经济是被冻住了 Frozen 他是停下来了 但是现在开始逐渐在开了 已经逐渐在开了 像上个礼拜呢 这个美国呢 就是新增就业4.8个milling 480万新增就业 就是他原来呢 这些人呢 这个我的生意停下来了 那现在呢 这个老板呢就说 OK你们就回家 你们回家以后呢 就可以到各州去领 就领这个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呢 你拿完了以后 失业保险 你我这边随时招人 你就马上就回来 所以这一复工了以后 上个星期就回来 4.8万人 然后现在上个 截止到上个星期呢 这个劳工部爆出来的 失业率呢 现在已经降到了 11%多一点 所以呢 这个形式啊 只是说我经济冻住了 你开起来了以后 他整个经济结构 各方面我们所观察的 美国的经济结构 生产的结构 这个整个的运行 没有出现像当年2008年的 那个金融危机 和甚至是2000年到2001年 那段时间的这个 dot com那个危机 那个bubble破裂的时候 产生的那个危机都不一样 现在应该说经济的本身啊 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呢 他的这个前一段时间掉下来以后 现在持续回归 然后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轨迹啊 我觉得呢 这个还是应该是可取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个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呢 今天 现在降了1.94% 然后现在呢 恒生指数呢 是25701点 年化是亏的 是降8.87% 这个是恒生 香港恒生指数 但是最近的这几天 它是一直在上 一直在上 这一点呢 我觉得呢 是跟这个中国啊 现在在美国这边 有300多家上市公司 包括腾讯 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 前一段时间呢 美国这边在推一个法案 就是说呢 中国的上市公司 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上市公司 但是是 它是对全部的 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推的 就是外国的上市公司 必须要严格的遵守 SEC的要求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 这个审计报告 必须要交给 交给这个 这个美国这边的是 上市公司 会计 会计审查委员会 如果你不交 你就下市 这个呢 是Marco Rubio 参议员呢 在力推的一个法案 所以呢 为了应对这个 像中国的 这些大公司呢 现在都开始呢 它不叫退市 它现在开始呢 转移部分 这个股票市场呢 它转到这个香港去 所以有大量的公司呢 开始转到香港去 重新上市 然后这样的话呢 分散它的风险 所以我想呢 盗琼斯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增长呢 跟这个可能是有关的 然后呢 另外呢 是不是有中国大陆的一些 一些这个机构投资者呢 就是直接进入到了这个香港的来进行投资 来台势 因为为了应对新版新版 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 这也有你你你未可知 然后接着我们现在看上海 上海的这个综合指数啊 在过去的这一天里头啊 是下降了1.95% 跟恒生是很相像的 现在是3383点 但是比前一段时间呢 它一直在2800点 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它现在呢 增长了现在500多点 这一点啊 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真正开涨 是进入7月 就是在进入7月1号前后 这段时间 突然就涨起来了 所以呢 这段时间是什么呢 是因为最近呢 香港这个 这个不是香港 这个上海国内的这个股市啊 现在配资 这个贷款配资 融资这一块 通过融资 现在增大了这个杠杆 然后呢 加大了这个 这个投资的这个力度 就加大了在股票市场投资力度 所以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呢 现在资本市场上 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认为上证指数呢 这个增长呢 很可能是像这个2015年的时候 这个股市崩盘之前的那时候加大杠杆 吸引这个更多的这个这个初级的这个投资者呢 进入市场 这个呢 这个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后续呢 这个这个泡沫的破裂啊 那可能呢 会有很大的一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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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 所以呢 现在我们都认为呢 中国的经济结构本身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即使你推复工率 即使你加了现在近百百万亿的这个 这个像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去的旧的固定资产投资全上 这一块能不能把中国的经济彻底带起来 把从外出口出口的那些企业损失的那部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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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全部带回来 这个呢 其实我们大打问号 大打问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带不回来会更糟糕 会更糟糕 没错 所以呢 我的感觉 这个 真正说 因为题目说到底是谁可能在未来的六个月 谁可能大跌 我觉得啊 因为全球化是一个趋势 全球化是一个趋势 所以美国股份 股市呢 如果这个中国的股票大跌的情况下 美国股票呢 也不会 股市也不会一直独秀 但是真正的大跌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实际上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 香港的是新这个港版国安法 一定会如果还继续推行下去 那他的经济 他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 他的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不保 不保 然后大量的这个 这个做金融贸易的 这些这个高端的人才 在撤离香港的情况下 那你想那个市场还在吗 对吧 那这个东方明珠就不在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说呢 那确实 这个中港 两地的这个股市啊 是不会持续 这个所谓的这种 这种上扬 不会不会持续 但是美国呢 会受牵连 但是美国的整体经济 这个底子摆在这儿 没有出现大的这个波动的这种 这种征兆 或者是这种 这种这种 没有出现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美国股市呢 应该说 还是会很稳健 在未来的至少几个月当中 中期不会有变化 好 川普应该高兴 川普要高兴 可以唱反调吗 那当然 来啊 来啊 就是我 你最后一句话 我赞成 未来几个月 美国股市会涨 而且呢 我加一句 中国和香港股市都会涨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 我说的那个 放水 因为货币 因为这个 货币放水 货币量暴涨 你刚才讲 中国一百万亿 一百万亿出来了 有多少是 用在了这个 呃 建设上 有多少是跑到 跑到这种各种资本的资本品里头 市场去的 我觉得 就资本品会暴涨 这个 呃 可能 可能中国会涨得更狠 但是美国也不会差 因为那个 这个 参议院下个月又要审议 这个经济刺激计划了 而且拜登说了 说这个 他如果当选会推出七千亿的这个 呃 国家投资 是吧 刺激 那么川普还说 他在 呃 偷他的创意 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 反正都会搞 国家刺激 都不是 都不是 最传统最保守的 共和党的做法 那参议院 那个 麦克 麦克 他也坚持不了了 原来他是 反对那个 就是无限制的搞刺激 但是他现在 呃 为了撑川普 他也得搞 呃 所以在未来几个月 资金面会非常宽裕 我说资金面就是这种 货币不断的通货膨胀 就简单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完了以后的 资产的名义价格 一定会涨 这就是预期 呃 你就讲投资者 肯定是预期嘛 预期的话 有中期 长期 有短期的 不管是从短期 中期 长期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掌掌掌 三个字 都是这样 但是长期 长到什么 不做十年的预测 不做五年的预测 就做一年以上 一年左右 我觉得是涨的 那么我刚才前面 有言在先了 在未来两年三年五年 这个里头 这个要这个有报应的 什么事有因就有果 这个果呢 就说因为你放了大量的这种货币出来扭曲了整个资本市场的价格 扭曲了整个价格体系会有很多错误投资要爆仓的 在三年五年一定会爆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要么就用进一步的刺激来让让他这个错误进一步加大 另外一个就是接受清算 接受市场的清算 接受清算就是就是经济危机 就是大小调 我说的不是 我跟恒庭有一点 我赞同你 就是说美国经济结构确实没问题 但这经济结构是全球化下的经济结构 全球化下经济结构 那么在疫情期间 这个结构是被同时也被扰了 疫情让整个国内经济动了 也让国际贸易之间也停下来 不能说完全停 也停下来 那么之后有恢复 但是这个恢复并不是股票大涨的原因 因为你想你刚才讲的这两个数字 跟去年比股票没有跌多少 但实际上经济活动是动作了 那你就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我觉得在这个上都是硬逻辑 通货膨胀必然带来 通货膨胀预期吧 必然带来这个资本价格上涨 这是一个铁律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系列的市场 港股有可能比这个国内的表现 还会好 原因是什么呢 各方面它实际上是比上海和香港股市 就是反映的内地的这种条件是要好的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它不是说整个香港市场并不反映香港经济 香港股票市场并不反映香港经济 一方面它有很多红筹股过去 另外还有这个美国这边这个公司在香港上市 是吧 就是它实际上这些公司呢 在美股市场的估值呢 都要比港股和美股要高的 嗯 这是这是中国特色 那么如果说香港变成了内地的一个城市 变成内地一个股市 那么显然它面对深圳和香港来的 它是挖地 它就价值挖地 就港股就是价值挖地 所以因为你同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看一个指标 如果说内地的股票在涨 那香港的股票 就要看它和内地的这种 是不是这种各方面资金流动能够打通 如果说它完全内地化了 就是说它对外就关上了 对内地就打开了 这个对对香港 对香港本地股市反而是个利好消息 因为它流动性就大幅增加了 过去可能是在港的资本 这一下整个中国大陆的资本 跟它对接了 所以就是 总的来说呢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在未来怎么样削减 这个未来三到五年会出现的这种 经济危机和销条精算 只有通过大更加规模 程度上的这种全球化来对冲 我不是在做政策建议 我是在做分析 如果这个全球化就此就停下来了 疫情之后也不恢复 那就是各国都要对此 我觉得各国都要对此 大概起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看 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吗 就像你问李恒星老师一样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个就是资金充裕 一定会导致资本价格 这个资产价格上涨的这个预期 最近几年在A股市场并没有看到 中国政府这几年也大量的投放了 很多这个超发的货币 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里边 但是中国的股市最近几年 一直趴在就是你刚才讲的 2800点左右上了下下 那么前一段时间在美股大跌的时候 就网上就传了一个段子 说是大家在一块聊天 美股跟A股在一块聊天 A股说我今天能涨 美股说我今天能涨 A股说我不涨 美股说今天我要跌 A股说我也跟着跌 美股说我今天我一下能跌2700点 A股不说话了 我总共还没有2700点 他跟不上这个节奏 说最近几年并没有因为 这个大量充裕的货币充斥在社会上 而导致A股市场上涨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的原因是 他已经失去了 他应该具有的流动性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A股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市场 就说他在本质上 他跟港股不能比跟美股也不能比 在美国你做的是股票 在中国A股市场 别人说做的是绑票 他是把你的权给圈进去 完了你是动不了的走不了 所以他只能停在2700点到2800点 那么最近 为什么他突然涨起来了 我想这个原因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那么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可以讲到叫利空出尽 这是A股的人经常用的俗语 就是不利的消息已经基本上出完了 那么现在剩下的至少是没有坏消息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股市会有相对的反弹 但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政治任务 就是在郭安发推出了以后 这个做经济的这些人 做股市的这些人一定要承担一个责任 就是要用股市向中央表忠心 要拖起来这个股市 否则的话 你是这个港交所的 包括中国证监会的 包括你相应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香港的代理中央政府行使 职权的那些人 他们就要下岗 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 就是要完成这个政治使命 所以现在他显然是带着任务上涨的 如果我们分析 中国的A股 香港的港股和这个美国的股市的话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基本点 就是这股市的定位是什么样的股市 就是中国的股市 A股它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它不仅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而是一个数据造假 到处这个就是欺骗 充满了这个欺骗和谎言的这么一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对A股市场是记忆犹新的 这里边他们很多的俗语 就是你拿了包装以后 你就可以去上市 包装已经成为了一个名词 一个上市的企业 它为什么要包装 就是因为它质地非常的差 它的信用整个体系不存在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中国的房地产价格 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很坚挺 而它的股市的价格一直在持续的低迷 就是因为在2015年 它的泡沫被彻底的揭穿 很多的谎言都在里边 包括当时它去进行中央政府去进行救市的这些公司 他们在干什么 您知道吗 是他们这些人在带头的抛股票 去救市的人带头抛股票 让很多对中央政府抱有信心 对于拯救股市抱有信心的这些人 全部都彻底的失望 而最近几年 在中国这个经济活动里边 大量充斥的欺骗活动 让股市这个流动性最强的这个地方 谁也不敢贸然进去 谁也不敢去在里边做这个大的投资 如果你一做投资 你把股市拉起来 其他人哗一下全跑了 就比谁跑得比谁快 那么美国股市 我就跟李恒青老师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李老师刚才的意见是说 如果中国的股市大跌 美国的股市也好不到哪去 也会牵连到美国股市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完全准确 但是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喻的话 就有点像互联网一样 美国的股市就像美国的互联网 它是全球联动 是真正的全球化 而中国的股市 是这个外资进不去 中国的外汇出不来 是属于一种封闭的 类似局域网式的这么一个股市 我觉得这个从网络这个角度来讲 它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个两个类比 我觉得它有一种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相似度 那么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股市大跌 就像刚才那个段子里面讲的 A股可能没什么反应 就像前一段时间的 它会跟着跌 但不会跟着涨 就它跌的这个幅度 它下降的速度 就跟中国这个老百姓 中国的股民有多少 这个失望的心情是一样的 中国的股民就叫做韭菜 在进到这个股市里边一片绿油油的 就是等于这个被宰割的这么一种对象 所以中国的股民已经伤透了心 所以中国股民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信心倍增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假话 那么另外一个 香港的股市实际上是介于美国股市 至于中国这个股市之间 它既有一个就是李老师所说的 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这个形象 同时它跟内地的经济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股市在目前一直图锈 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 那么既有政治任务 也有利空出境 也有这个目前国内的资金 和外来的资金支撑的作用 但是我们分析股市 分析股市发展的方向 要用动态的观点来看 它不是一个禁止的 因为香港目前处于国安法之后 那么它的经济 势必会受到其他国家的 这种封锁制裁和打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一旦投资者没有信心 让它再继续大幅度上涨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 所以我跟郑旭光老师的观点 有一点区别 就是说当香港股市 真正的开放给了中国大陆 变成跟大陆股市完全一样的话 表面上看有很多资金 可能会涌进 但是实际上 它的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的 流动性的国际融资的 这么一个地位 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所以我不认为 在这么这种情况下边 就中国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会有持续上涨的动力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那么至于美国的股市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股市 实际上跟这个股市 就是经济的情绪表 我觉得在美国 它反映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李恒青老子刚才讲到 就说今天的这个股市 收在的这个大概是 到薪水指数 2万7 对 2万6075点 也就基本上 接近了就是在这个 疫情之前的这个高点 那么因为股市 它是要对这个经济 是做一种提前预期的 它并不是到了这个预期之后 才做滞后的反应 而是做提前预期 也就是说 全世界的投资者 对美国的股市 抱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疫情必将过去 还没有一个疫情 能够把人类扼杀 到这个赶尽杀绝的这种地步 经济必然会恢复 那么全世界的资金 全世界的投资者的钱 就要向这个 经济发动机 火车头 经济的火车头 美国市场来涌入 事实上 美国的股市 也不仅仅就是一个 美国的企业的融资的地方 而是全世界的 这些所有的企业 都会到美国这个股市 来融资 来发展 美国的这个投资者 全世界的投资者 都可以在美国市场 买到全世界 优质的企业的股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把中国股市 香港股市跟美国股市相比 是一种不对等的 不正确的 或者说不是那么合理的一种比较 所以美国股市 随着全世界 疫情逐渐逐渐的过去 我们看到 在西班牙逐渐过去了 在意大利逐渐过去了 在美国现在 虽然说疫情确诊的人数 每天有所增长 但是死亡的人数 在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在美国政府 尤其是川普总统 特别希望工厂尽快开工 学校尽快开学的 这种情况下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 那么美国的股市 持续上涨 是一个不可扭转的一种趋势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补充一点 我实际上觉得挺好的 那个容量的这个 我把它视为一个 对我的观点的补充 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观点 有一点 我今天这刚看到 这个刚刚查到的这个数据 这个金融时报报的 现在这个数据公司 叫Wind 这个Wind 它就是在报 现在这个中国的 这个股票配资 你投资股票 它有一个 这个保证金贷款 这个配资当中 在2015年那次股灾当中 发挥很大作用 就是股票质押 因为他认为 就是投资人认为 股票是看涨 一直涨 所以他敢借钱下去投 结果把这个泡沫 打起来了以后 最后砸下来的时候 他手上的很多的贷款 债务没办法偿还 最后这个股票最后砸下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余额 到这个两天前 两天前的时候 星期二晚上的时候 是1.27万亿人民币 现在1.27万亿 它这个数字 是在上回股市砸下来以后 2015年以后 这五年当中 现在是最高点 现在是最高点 这个股票配资啊 1.25万亿 现在有前一段 就是前这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啊 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 是争相开立新的账户 去拿这个 这个券商配资 所以现在等于是 抢 就是他们来做 他们来领投 他们一般的认为呢 这一下 这个可能投进去了以后 预期 在2800点的这个持续 这么长时间 刚刚董先生已经讲 但是现在呢 已经把它通 通到了3300点了 涨了500点 那这里头 这个份儿已经很大了 所以大家看 我要提醒呢 我就说 这个股票 如果你跟头的话 那很可能 下一波就是 就是来割韭菜了 所以呢 我的感觉 不完全是 我是这样 我不做 我不做短期预测 我不做短期预测 实际上你看我刚才讲的 并不是说 对上一周 会有什么看法 就是 因为它完全可以 发生在下一周 就是你就没话讲了 你能够说清楚 一周过一天的人 我基本上认为都是 都是满嘴胡说 我认为都是这样的 那个 我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中美港 这个股市的共性 以及就是说 作为资产 它受这个通货膨胀影响 这是必然的属性 当然努难 他有反驳 他认为他们是有个性的 他是有个性的 那也讲到了 美国是最自由的股市 其次是香港 其次是中国 是吧 是他做了一个区分 很好 就是在我 在我的看法里头来的 我强调了一些 我认为就不会错的 说出大天都不会错的 但是呢 因为你要讲到短期的 具体的每个股市 比如说 下个月会怎么样 那这个我是不做评述的 我坚决不会介入这种名题 下个月香港股市怎么样 美国股市怎么样 或中国股市 我只能再说 未来一个半年 或者一年 持续看涨 中国 美国 香港 我认为是这样 持续看涨 一年以后我不知道 但是在三年到五年 肯定得清账 得结算 清账结算 不是因为股市上 出现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实体经济出现问题 因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 你不仅 抬高了这个股价的预期 而且你还会扰乱到 实体的经济结构 就刚才恒情说 美国的经济结构是好的 但我告诉你 经过这个纾困计划 这样走下去 几万亿几万 这样一直搞下去 这个结构一定会被扭曲 底下一定会出事情 不是说美国的股市 就不会出事情 所以就是 因为那个 是不是做一个好的股市 这是一个 就是能不能做一个 评语表是一个 判断的方向 另外一个 正是因为它 是一个 就是 面向全球的一个 一个股票市场 所以它的这个 波动性 不会像中国 这个波动性那么强 或者说 或者要么像死狗一样 不能动 或者就 或者就 使劲塌 或者使劲涨 它波动性不强 但是 但是 长期来讲 就是说 就像同一个东西 它 它改变不了 就是它 没 就 说投资的规律 不会到它那去失效了 就是 货币 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不会到那去失效了 刚才那个 鲁南也讲了 就是说 这 这种 持续不振 房地产涨 房地产涨 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 资本 资本面的关系不大 但是你短期的这种 就是这种 宽松货币政策 一定会把 一定会把 这个资本市场打起来 但是具体 它会在哪个口上冒 那 那我 还真的是不敢 不敢下这个断论 你比如说 中国股价现在 砰的一下账上来 是不是这些企业都变好了 这些企业不做假了 不是的 是 同样一个 垃圾玩意儿 它也是有价格的 它也是有价的 从一分钱涨到两分钱 是百分之百的涨幅 那就是 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并不影响人们的 这个估值的规律 估值的规律 并不会改变 这个 货币冲击市场价格 这个不会改变 但可能需要 有时候会需要解释 特别的需要解释 过去也发了很多货币 为什么股市没涨 这是需要特别解释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有很多人 他经常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坚信 通货膨胀会带来物价上涨 我是坚信这个规律的 但很多人会反驳我 说你看手机价格持续在降 这个电脑价格持续在降 你那个规律 你那个规律是不是不起座 我说不是的 你看一看 因为这个 你看一看这个手机的这个生产量增加了多少 电脑的生产量 生产这个成本降了多少 它的这个产品量加了多少 所以你要分析它之后 一定得 应该得几面分析 就过去过去那些年 这个新上市的公司有多少 就是 就我想说什么 就是跟供应量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物价没有涨 就跟供应量也没有关系 如果供应量和需求量不变 这个时候 这个货币量就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供应量也在变化 因为需求这个东西 我们基本上认为需求变好不会轻易变化 它收实际收入没有涨 它不会不会去去大手花钱的 这是普通的消费者 都是这么一个行为规律 但是如果说这个生产商 它扩大了生产 这个东西物价必降 除非这个购买者的需求也增长 那物价就必降 因为没有人买 你就得降价 降价了 就有些人就要愿意买 他本来觉得贵 或者觉得没必要 那现在就觉得有必要了 对不对 就跟那个破袜子 过去他可能 这个穿六个月一双袜子 他现在可能说 变成一个礼拜换一双袜子 因为相对来讲 你生产量大幅度增加 所以我说 它是有几个变量的 就是生产量 需求量 还有货币量 这三个量的同时要放进来这个结构里的 你才能去做预测去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 就是下一些段论 比如说 生产供给的比例不变 货币增加 物价必然上升 如果货币不变 生产量增加 需求量不变 物价必然下降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 跟算术一样的横等的东西 我就只不过是把这个东西用在这个 这个解释 就是为什么 未来这个一段时间股价会涨 我认为不是因为生产上有什么好的改变 甚至全球化的趋势还有货币的趋势 不是因为生产上有什么改变 比如这一段时间 疫情期间生产突然改良 技术改良不是 即使你全部恢复了 也没有什么多大变化 不是有新增投资 生产的东西多了 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还是因为这个资金量 在未来 因为疫情没有过去 否则这个 这个谁 这个这个参议院 这个不会再说 我八月份还有再出刺激计划 不是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疫情没有过去 大家真正还没有完全开动 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况 经济面还是不好的 就是就是这个 恒青说的这个动骨这个事啊 还没有完全解冻 还没有开动起来沸腾 但是这个 鲁奈说 这个前 这个前程看好 疫情一定会过去 疫情一定会过去 这个话 就是对中国大陆也是适用的 就一中国大陆疫情也会过去 而且对他带来的利好 也真的是很大 因为他现在制造 制造业 占了全球制造业量的一半 你想他的工厂要全部开动起来 那会是什么 而且美国这边有纾困计划 有福利啊 有有很多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我领到的这个纾困金 补助金比我上上班还合作 还有这样的人呢 对不对 但是在在中国 你简直就是要命 还是还是要命的问题 不上班要命 在这个上班要命 他是在这个纠结中进行的 就是刚才 鲁奈说川普总统号召大家复工 这是川普总统在号召 各个各个州东部州 还来抵制 就没有过去我就不开工 在中国呢 谁敢不开工 对不对 就装个样子 就把电费给我搞出来 所以用经济这个事件 来看待的时候 可能就在中国这种 就是国家管制这种经济面上来讲 可能他对这个经济的恢复 可能还是会更 就是政府起的作用会更大 因为他不在乎你 疫情起来 你死人他不在乎呀 对不对 他可以一刀切的强烈 你都去复工 能复工 出了事再说 出了事再 反正那些官员也很头疼 对不对 刚复工了这边疫情起来 又不准出门 出了门来后必须复工 反正他们就大折腾 大折腾 可能最后就是 最先走出群体免疫的 可能就中国大陆 咱们这样讲 就是说 你就得确实得分析 这种不同的制度 它的具体表现 就是这样 我第一阶段 咱们第一段 我主要讲的就是说 就是如果这个 作为这个股市的共性 当然要讲到个性的时候 真不好讲 就好像中国过去40年 这个经济高速增长 它确确实实比美国速度要高得多得多 你说是不是因为 不同的经济制度带来 当然不是 是因为它过去太惨了 对不对 过去太惨了 赶上全球化的这个 顺风车以后 它太爽了 所以我们能 能解释过去的这个事情 同样逻辑 你也得适用于未来 我感觉美国不会有 美国不会有那么大的 美国股市不会有那么大的起伏 比如说 纾困了 就是说这疫情过去了 美国股市暴涨 我倒觉得不会 但是中国可能会 真会暴涨 好 那么这一季的时间 已经够长了 咱们来了几副 争备 争辩 那么我后面还是有 陶教先生的节目 陶教先生呢 其中还讲了一个八卦 因为我问 香港的房地产 原来很多人都认为 香港房地产会大跌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中卫 中下卫的这个价值啊 房价基本没有大跌 但是 半山上的 上亿港币的房子 跌了不少 听说呢 就是大款门外逃的 现象比较严重 一般老百姓来不及 和平你知道大陆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贫贱不能移 移民的移 哈哈哈哈 OK 哪个是这个因素 对啊 这个说得好 有趣 中国人还是有努力创作能力 那么尤其是鞋都用 更有价值 这么用就是现在比较枯燥 比较空泛 那么而且陶教先生还讲了一个八卦 什么八卦呢 是周星驰的 那个房子啊 被抵押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先告诉大家 有这么一个八卦 具体来说 再来看一看 为了一个星期 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现在讲一讲股市啊 您不炒股吧 哎不炒不炒 啊我是 我不敢碰 我是 您炒吧 想炒但是没钱炒 哈哈哈哈 哦您谦虚谦虚 啊但是看了这个股市的情况啊 这个好像比较异样啊 就是都是糟糕的消息 美国的糟糕消息一塌不多 疫情越来越严重 但是呢 这个股市还在涨 川普总统很高兴股市大涨 那么这个香港人家说至少跌一千点 这个反而在涨 对吧 中国的经济也在涨啊 中国的股市也在涨 您怎么看待这个这个情况 政治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这个股市是个政治市啊 首先呢我们看中国 中国的这个股市都是能够人为操纵的 啊东南西北中啊 党是领导一切的 所以这个上海甚至的股市 当然由党来领导 对不对 东南西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 所以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的股市啊 浮升三百指数 到这个星期三为止 连续七个交易日上涨 啊 这个上海啊 这个综合指数啊 就突破三千点 三千两百点 一直上 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 哇这个一直满脏啊 这个上升了至少有百分之 百分之五点七到六 创下这个五年呢 连续涨幅的最多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你这个疫情啊 此起匹复 全球经济大战 啊 这个方性未安 哎 这个到处都经济停摆 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 这两天的香港 确实不妙啊 这个全球又负增长 但是为什么这个股市 气势如虹呢 我认为这个很简单 股市越是这样跌 向中美两国 越是要进行量化宽松 宽松政策两边拼命的 这个印钞票啊 大量资金就涌入估值较低的 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啊 加上市场建立那种 对于复苏的这种预期 啊 据说这个中国你看 这个对于这个北京呢 这个这个抗疫啊 啊 这个是很有成绩的啊 中国每天的这个确证数字啊 也比不上美国啊 中国的这个疫情 基本上已经出现稳定了 这个叫市场的预期的因素 也在 再加上这个宽松啊 这个 当然呢 我也有人说 哎呀 目前真正的经济实况 并不支持 这么疯狂的涨幅 会不会重蹈不彻意 2008年 或者是2015年呢 这个上海的补灾呢 啊 所以呢 这个 一个一个种叫量能走强 外资大举流入 带动中国股市的上涨啊 美国也是一样 早就发抄了啊 香港呢 最近这个财政司司长 陈某波啊 每人发了一万块 每个香港人 香港人拿到一万块 一万块 银行户头已经 已经转账了 我也拿到了 拿了一万块 这个香港 这一点我们要夸奖一下 香港 林郑月娥政府 啊 他三月份 财政预算案 说每人发一万块 马上我们 我们今天呢 就领到了 一家四口 十八 十七 十八岁以上 统统有 啊 要是你这家里有两老 啊 再加上你这个父母 再加上两个儿子 如果呢 有四老的话 那就你看 已经拿了八万块 港币限定 所以有人拿那个钱 去买股票 有人拿那个钱呢 就去 在外面吃 消费 所以最近这几天 香港这个交通 堵得一塌糊涂 啊 饭馆啦 什么餐厅啦 到处堵塞满人 直到这两天 又说这个疫情确证 数字又上涨 所以这几天 可能又把这个 人数的聚集啊 这个来献一下 而且这个香港的书展 受到一定的压力 叫它延期 啊 另外呢 这个因素就是 包括在中国在内 全球主要经济体 实行了一系列的 啊 利息下调的政策 让这个银行基准的这个利率啊下降啊 这个利率下降了这个银行啊银行的 你看这个存款啊存款呢或者是这些银行的这些什么理财的种种的这种花样啊啊啊这个收益啊这个预期啊就会降低一些 那些资金呢就会转移 看看有什么其他高一些的资产啊 香港的这个房地产有没有跌啊没有啊哦是应该是这样 呃 嗯 极端的高端的豪宅是跌了 所谓高端的豪宅就是说指这个 呃 115 115港币以上 到1181 因为首先这些豪宅数目比较少 而且能买这些豪宅的啊 你我心里都明白 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留在香港啊 由于他的身份特殊 手上拥有的资金的性质特殊啊 而且呢这个呃 看到这个国安法 他们可能会感到比较恐慌啊 有的人呢会 现在这些高端的豪宅有的是搁家里啊 比方讲有几个名呃 啊香港的大明星啊啊 啊这个周星驰 周星驰啊 对 他住在香港这个天比高 他没有疯狂发售 但是他把房子给银行压掉了 套现四亿啊 为什么套现四亿呢 因为他老人家在大陆啊 这些电影啊 这个这个美人鱼第二集啊 本来在今年的春节档期上 由于这个疫情被延后 所以这个资金呢调配不过来 啊而且呢他跟这些大陆的这些片商啊啊就进行了一些对赌啊这些政策 就是说我给你拍这个电影我给你包有多少的这个啊利润啊这个我给你包底那你现在片子上不了包不了底你就要还钱呢给那个啊这个投资方 所以这边一下子啊这个资金周转不了所以这个天比高就要给抵押 银行那么一股价啊 当然你要请银行出来股价 而且你这个形势又不是这么好的时候银行会往第一处过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出现这么一些新闻就会对其他的豪宅啊引起心理恐慌 但是这个高端以下的中高端中端中下端基本上没有影响 而且还出现的非常的抢手啊这个局面啊像英皇地产在这个香港半山一个叫摩罗这个摩罗庙街啊有一栋房子那个是每平方式应该是八啊应该是这个三万多块三万四五块哎卖的不错啊那个房子单位并不大啊 所以呢有的人觉得现在有这个上楼或者买房子的意欲他们倒是愿意上车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把房子脱手以后手上拿这个现金啊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你拿这个港币现在你你你你你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你卖了个房子超限了两千万港币放在银行放哪个银行啊汇丰啊 渣打啊中国银行啊啊你怕不怕被这个港元啊被这个冲击啊啊拿这个钱你能不能调到英国美国去买房子啊啊现在比较紧张所以干脆就继续投资在砖头方面就算啊 所以房地产对这个没有出现预期的大跌 嗯那对股市的话大家怎么看来就是香港的股市和中国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 你们大概估计为了六个月之内哪一个股市风行最大 是美国的还是香港的还是大陆的 哎呀谢谢这个比较难看了 因为全球经济啊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是很差的 啊并不支持目前全球股市这么样的涨风的水平 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中美港哪一块啊先熬不住呢 啊这个现在比较啊难看啊 但是虽然中国经济基本的困难 但是相对好像表面上看至少还是全球最好的 啊而且呢现在有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将会是几年以后 全球啊这个经济最先复苏的这个经济体 有人这么唱为什么很简单 我们就看每天啊这个确证啊这个病毒啊这个数目 美国稀里哗啦的啊流水落花春去也今天四万多明天五万多后天六万多啊 这么一来如果是三天加起来啊就十五万或者十七八万三天加起来 六天呢就是三十六七万啊对不对那这么下去还了得至少中国你看不到这样的数字 所以现在这个投资者比较盲目而且有的吵架在这种混水里头手伸出来想获取暴力啊 对我问过一些投资家他们都说投资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和最新人的人 倒霉的都是别人都是希望别人垮掉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啊股市还是不要碰 啊因为呢你要看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口径可能这个说法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这个李克强不是说上星期不是说吧外贸环境依然啊非常的严峻 对此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啊 啊现在中国出口增长啊只有一样就是防疫物资就是什么口罩啊防护衣啊但是中国啊 这个五月的这个外贸数字啊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这个压力由升转降啊 啊这个进口啊啊就继续受压 所以搞来搞去必须搞内需 但现在内需你搞不搞得起来 我们在外面不知道没有数据但是看这个视频这个发大水啊啊长江中上游中游 淹了什么宜川啦什么武汉啦杭州啊连杭州啊都水淹的很高 那么农田呢会不会淹掉了啊会有多少损失现在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欧美的虽然这个疫情反弹但是至少人家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啊 啊但是现在啊这个第三波的这个这个发作啊啊现在还是前景不妙啊 啊香港最近又紧张了啊啊每天就确证了几十个了本来不是好歹已经停下来了吗 啊现在又平均四五十个的怎么样一天天的就是这么来啊 所以呢这个我看总体来说不健康的但现在又要量化宽松人又手上有资金啊 啊那么钱呢往何处去呢总得有个说法总得有个去处是不是 嗯好谢谢您我们现在回到 嗯好谢谢啊 哦 哦 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